好 同学们 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咱一会儿欣赏一下第二题好不好 好 有同学们 哎 老师 你刚刚才说了 那个车如果变破的话 这个题就不好做了 对吧 我没说这个车变破 对吧 只不过说这个车如果变了的话 可能会难一点 对不对 你看这个题啊 又有个大东西 对吧 别着急 慢慢读 反正你心里也有底了 就那么个事嘛 对吧 先接一个班 放下它 回来接另一个班 过去就完了 对吧 这个车走了一个二级的路线 对啊 是不对啊 来 读题看看啊 有两个班的小学生 要到少年宫参加活动 对吧 但是只有一辆 可以乘坐一个班的学生的汽车 对不对啊 就这么个情况 反正就是人多 车少 对不对 对 往后看啊 他说第一个班的学生 坐车从学校出发的同时 第二个班的学生开始不行 对吧 就第一个坐车呜呜走了 那个班是不是得慢慢往前走 这下下 跟咱说的情况一样 对吧 往后走啊 车到途中某处 让第一个班学生下车不行 车立刻返回接第二班的学生 并且直接开往少年宫 是这么个事吧 他说 学生步行速度 是没小时走四公里 满载时 车的速度是没小时走 四十公里 他竟然说满载时车的速度了 空载时我估计跟这个不太一样 对吧 你看后面啊 他说 空载时 车速没小时走 几十公里 五十公里 五十公里 这摆着了 对不对啊 请问 要使两班学生 同时到达少年宫 第一个班学生 要步行全程的几分之几 是这么一个题吧 对 刚刚那个题 有一点点不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了 那个满载和空载速度 说对了 对吧 也通常是有一点不一样 刚才是去天安门 这次去少年宫 这个有差别吗 没有 这个没差别 对吧 这个题难在哪了 是不是满载和空载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没关系 咱再慢慢想 这个时候你想 假班同学和乙班同学 步行的路程 这回一样还是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对吧 我也觉得不一样了 但咱得慢慢想一想 你看 反正这个学生 他第一个班 是不是先坐车一段时间 再步行 第二个班 是不是先步行 再坐车一段时间 他是不是还是这么点事 这时候你看 一样 他图了步行 就是坐车 他图了步行 就是坐车吧 对 对不对 这辆速度一样 这辆速度是不是也一样 因为只要有人坐车 这个车就是满载 对不对 能听懂吗 还是那个道理 如果他走的路少了 他坐车多了就 多了 他坐车多了 走路少了 那他就沾光了 你想是不是这个理 你看我爱想多坐车呢 我想都坐车 对吧 对 你看我这个懒机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但他一旦沾光了 他是不是到的就早了 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吧 明白 所以为了让两个班 同时到还得怎么着 步行的路程怎么着 一般多对不对 能明白这个理吧 能 如果谁走路走的多 他就吃亏 吃亏他就到得晚 能明白这个点吧 明白 所以这时候两个班 走路走的 是不是还是一般多的 但一般多过一般多 问题是 这个第一班学生 要不行全程的几分之底 是不是还是这么一个题 咱慢慢做 不着急 根据刚才的经验 第一步叫干嘛 画草图 好了我开始画 车先满载 走的慢一点 是不是把一个学生送到这来 对 对吧 这时候另一个班学生 是不是走到这了 可能会 能懂啥意思吧 这个时候车 把这个班学生放下来说 你们得 拿不到我前走 我得回去接 另一个班学生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吧 大概 他回来接这个班 他再回来的时候 这个班是不是也往前走 他会相遇 能明白这个理吧 所以这时候学生 还是照常那个学生往前走 车还是那个车吗 还是那个车 但是车的速度会变 快 他为什么会变快呢 因为他把学生放下了 空车回来 对不对 能明白这个理吧 这个时候 所以车变快了 我给他画一个双弦出来 意思一下 你都没看就知道 这是那个变快了的车 听懂了吗 当这个车和这个学生 碰上的时候 他不能说 碰上那班学生 他说 你们去往前走 我在那歇会 这不可能的 对吧 这个车会跟这个学生说 朋友们上车 载你们过去 对不对 这个时候 这个班的学生就上车了 跟车一块走到这来 这时候车又是难载 对不对 就到了 懂这个道理吧 这是出发的地方 这是目的地 对不对 这个地方叫少年宫 对吧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想明白这个理了吗 这时候还是一个道理 咱得用什么呀 第二步叫干嘛 比例一块 对 第一步叫 画草图 第二步是不是叫用比例 继续用比例 用人车速度比 对吧 有同学哭了 我说你咋老哭啊 哭的脸都春了 是吧 他说老师 你看你那脸那么黑 我估计你是哭的 不是啊 我小时候不爱哭 第二步用比例 咱是不是着重用人车速度比 怎么用人车速度比 慢慢想 人车速度比 这个时候车有几个速度 两个 两个速度 人有一个速度 对吧 对 你估计得用几次人车速度比 车有两个速度 对吧 所以人和空车的速度比 人和满车的速度比 是不是得用两次人车速度比 懂我说的啥意思吧 好 所以这个T 有同学 你画头为什么分开 你刚才不是直接一个二过来了吗 对吧 为什么这次分开 因为车走到这 但把回翻的时候 速度变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就把它分开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次我要用两次人车速度比 好吧 看一看 车走到这 人是不走到了这 这说的人 就是那个人 对吧 这说的车 是满的还是空的 满的 满的 只要是单线就是满的 空的 是双向 表示它快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人和车的速度比是几地 来看一看 满载是 速度是40 这是车 对吧 人的速度是几 怎么找不着 是 在哪呢 我怎么看不见 上一行 我怎么这么傻 终于找了 对吧 这个学生的速度是4 对不对 所以此时此刻 人车速度比是1比10 把这个学生走的路 看着 把它看成一份 上面是不是应该是10份 能听懂我啥意思吧 这是10份 这是1份 那这是几份 这是9份 对9份 这是9份 你把这拉下来 注意一下 就是指的这一小口 听明白了吗 这是10份 这是1份 所以这是9份 对吧 你为什么看这9份 你怎么不说 这个加这个是11份 为什么我看这是9份 因为曾经 那个学生从这走得到 那个车从这走得到 他俩合走了 这个9份 对不对 还能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吧 这个时候走的时候 你看他俩走9份的这个过程 这个人的速度还是4 对不对 但这个车的速度 还是40吗 50 它是50了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的速度比是几比几 4比50 4比50也就是2比25对吧 所以你可以讲一下 他走了2x 他是不是走了25x 能明白我啥意思吧 他走了2x 他走了25x 现在我要求这个2x是多少 听懂了吗 怎么求这个2x是多少呢 读一看 他走了2x 他走了25x 这总共是20 7x吧 这个27x 是不是就跟那个9份 9除了27 是不是代表一个x 这是几个x 还记得吗 两个吧 两个 对 他走了两个x 他走了25x 这样才能体现速度比是 2比25对吧 总共27x是那个9份 对不对 9比27 或者9除了27 是不是一个x 一个x乘以2 这乘以2 是不是就代表这了 这等于 3分之1乘以2 得3分之2对不对 能听懂啥意思吧 能 所以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把这就求出来了 有个人说求这有什么用 仔细看看 这个代表什么呀 这个是不是代表 第一个班不行的路程啊 他是不是一加三分这 得3分之5份 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吗 听得懂吗 第一个班不行 3分之5份 第二个班 是不是也不行3分之5份 因为他俩不行的路程 要一样对吧 还能听懂吗 能 所以这个时候 看他 他说第一班学生 要不行全程的几分之几 我就可以算了 第一个班学生 总共不行的 1加3分这 得3分之5份对吧 而全程是多少 全程从这到这 是不是代表10份 10 这是10 这儿 是不是应该跟这儿相等应该 对 它是不是代表 1有3分之2 也就是3分之5 能明白我啥意思吧 你识刻要明白 这个代表第一个班不行的 这个代表第二个班不行的 他俩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应该是10加上1再加3分这儿 对吧 这就是第一班不行的 占全程的几分之几 对不对 对 来把它算出来 我上下都乘一3好不好 好 都乘一3 把它变成整的 把它变成整的 对吧 把它变增一点 把它也变增一点 对吧 这个乘3变成3了 这个乘3变成2了 所以上面变成5了 看后面 这个乘3变成30 这个乘3变成33了 这个乘3变成2 35 35对吧 5比35也就是 7分之1 7分之1对不对 所以这个家伙不行的 原来是全程的几分之1 7分之1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回头看一下这个题 第一步 画草度不变吧 只不过这时候你要注意了 当车走到这 在往后翻的时候 是不是速度变了 你要画清楚一点 回来的时候 我用双线的 为什么呀 速度变 变快了 对不对 能听懂吗 能 第二步用比例 我说了用人车速度比 这时候要用两次 对不对 为什么要用两次 因为车的速度速变了 等我说了啥意思吧 你看 就是第一次 这是1分 这是10分 这是第一次用人车速度比 对吧 第二次 这是2x 这是25x 这个27x 代表着9分 这是第二次用人车速度比 能明白吗 明白 正是因为这是27x 所以9除了27 9分 因为这是9分 除了27 是不是代表一个x 乘以2 是个3分 代表这是3分 这份 都跟我说的啥意思了吧 这是第二次用人车速度比 慢慢的这个题 是不是就出来了 还能听懂吗 有点意思 接下来 大家看这个题 详细的建议过程 你看第一步画早足 它画了这么大一个东西 跟咱画的一样不一样 但比我画的清楚一点 是吧 画的不太成比例 你看 这个地方 代表第一个弯走的 这个地方是不是代表第二个弯走的 如果画标准了 这个地方应该 什么着 一边长 对 应该相等 对不对 往后走 它这是1 这是10 这个代表9 对吧 这个代表有 这是2x 你看 这是2x 这是25x 是不是应该这么个逻辑 对吧 所以 这是27x I27x 是不是代表9分 所以你回想起来 这儿等于 三分之 能明白这个点吧 明白 所以你看它这个图 还清楚一些 听到懂吗 听到 那这样第一个弯步行了 一加三分之二 等于三分之五分 这儿是不是也是三分之五 对吧 相当于这个地方是 1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三分之五 所以每个弯步行的都是三分之五分 全程都是10加上三分之五分 对不对 对 那这个题就出来了 听懂了吗 第二步用比例 我就甭看了 你自己细看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好 那关于这个题 我就简单讲到这儿好不好 好 这个题给咱们启示是什么 注意啊 两步我就甭说了 画草图啊 什么用比例啊 这个咱就不重复了 好不好 最终的一句话是什么 是这句话 看下吗 叫变速问题 速度变化时一定要分段考虑 听见了吗 速度变了 你就别当一个整体就算了 你就算不出来了 好吧 关于这个题 我就先简单介绍的事好不好 好